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中 可以说是战案多和平少 一直等到政府签台以后 在台湾的中国人才在这过去的几十年里头 享受到了第一次温饱富足的生活 但是所谓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依照古代预言来看 似乎下一场大战不但迫在眉睫 而且很可能已经开始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一般人都肯定 推背图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先后 而我们现在从对立抗战之后 四十项一直到四十六项 韩国瑜出现 表示了第四十五项 之中提到的一场大战 应该已经开打了呢 当然有人会讲所谓天后顺序 是一件事讲完了 下件事再发生 但是这个在古代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在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所以四十项两岸三地 国共内战之后 讲的是中华民国的命运 四十一项提到了一国两制反送中 讲的是香港问题 第四十二项讲的是打了六十几年都没有打完 而且现在好像要重启烽火的韩战 那至于第四十三项 讲的是在一年多两年以前就开打的贸易战 这贸易战有人说只是小事 但是你看看他对全国球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接下来的第四十四项 我以前以为是马席会 因为双驴四足 实在让人很难不往那个方向想 这个有可能讲的是 两岸关系的下一步 事情已经开端了 但是并没有一个结局 有可能是讲到中共一带一路之后贸易战的结果 以及之后全球关系的变化 那接下来的下一个 下一场世界大战 当然你要讲下一场世界大战 明明第四十六项讲的就是韩国瑜 这个四十五项怎么可能在四十六项之前呢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就是次序弄混了 自古以来 很多人每次推背图解不开 就说哦 这个次序弄混了 所以我们就说次序没有滚 而是因为现在的这几项 很多事情都是现在进行式 就比如说下场大战的源头可能已经开始了 是因为贸易战而打吗 是因为南海问题而打吗 是土耳其跟叙利亚导致的全面世界大战吗 还是尾巴冲突 这些都是已经开始的争端 不过既然是推背图 讲的多少跟中国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那最有可能的一个是钓鱼台 一个是韩战 一个是南海 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下一场大战的战员会是在哪里 要说冲突已经开始 又有中国在其中的话 最有可能的当然是钓鱼台 东海以及南海 那在这个里头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定数与变数 有克西来 我相信这个克讲的是美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定数 至东而止 所以这个战争应该发生在亚洲远东 然后这提到了金屋隐匿白洋中 从此不敢撑熊肠 所以这个金屋就是太阳也就是日本 所以我们现在点出了这里头主要的角色 我们再来看他对这个的结果有没有一个预言 这里提到西子大尺 上一次中日战争输的是中国 所以这里又提到金屋隐匿白洋中 从此不敢撑熊肠 兵器全销运以中 这里说的就是日本的失败 那这句话其实非常难解 因为对日抗战最后是中国获得了胜利 日本对中国投降 但是大家都知道 真正打败日本的是美国 而中国在对日抗战之后 也成为亚尔达密约的受害者 至于日本有没有对他们战争所做的暴行 做过道歉呢 事实上并没有 所以这会不会讲说 中国这一次是打败了日本呢 接下来要讲变数 变数是不可知的未来 虽我的讲解是我个人的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是有参照推背图里头 可发现的线索 以及时事再加上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钓鱼台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会是唯一的原因 可能拿来做一个影子 一个导火线 就像当时 日本对日抗战 也是假借走失了一个士兵为由 那至于说南海问题 大家都说是一触即发 但是南海距离遥远 中国打起来不见得会有一定的把握 尤其南海的国家 一打起来了之后 不是在那边想要趁火打劫吗 所以最有可能我认为 就是东海 因为你在这个图里头 看到的是两个人同样把毛举起来 对着太阳 所以我认为 在韩国的局势 事实上在最近这几年 有相当大的改变 因为就像我们在第42项里头 讲到 闹乱军臣百万班 也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介入 南北韩不但对峙 而且彼此像仇人一样 现在的话 在上一次奥运 北韩派了运动员加入南航的奥运阵营 感觉上似乎已经有一点什么 两边一家亲的感觉 当然要做到能够携手合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最近川普总统又说 要把向南韩要求的军费补助 是多了十倍还是一百倍啊 反正在北韩一直把他的矛头 对着是日本 对着是美国 而不把韩国放在眼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 南韩还会倾全国之力 付钱去增加他们之间的对立状况吗 如果北韩跟南韩之间的情况有所缓和 其实美国绝对不会做事的 这就是所谓的闹乱军臣百万班 也就是在第42项里 但是他不可能直接介入 既放不下这个面子 看起来也太难看 但是可能怂恿着日本 借由独岛或者是在贸易战之中 跟南韩起对立 当然我们现在希望贸易战能够停火修兵 但是这是不是只是选举的一个策略 等到一旦过完选举之后 又开始加关税 又开始大张旗鼓呢 所以我认为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是既要谨慎 但是也不能太乐观 加 shorter mort院 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